穿着鱼衣顶着大宇副总统赖清德亲自走上街头 率领民进党干部党级立委议员小鸡们大阵仗出动 820环路渔民大游行赖清德镇上凯道倾听民意 身为执政党的议员也是总统候选人 我有责任来聆听大家的意见 我更有义务未来来落实每一项宝贵的意见 就算两天前才临时宣布参加 赖清德用行动展现总统高度 正视民众不满和道安议题之求对决 这诚意民众也感受到了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依旧拿下第一的赖清德 以39.4%的支持度 不止领先侯友宜的20.4%和柯文哲的19.8% 还突破自己的35%天花板 感谢人民的支持 我们要继续努力 一直到最后一刻 一直到胜利维持 就算维持领先优势也不懈怠 同分民调也显示 若郭台铭加入战局 赖清德依旧以38.7%傲视群雄 反观侯友宜 柯文哲下滑更多 分别拿下18.1%和16.8% 郭台铭垫底只有12.1% 由此可见 飞绿阵营和赖清德的差距反而更大 那么所展现的对于这个国家政策的大政方声是非常稳定 也优于其他的后选人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民众对于赖清德的支持是非常的稳定的持续成长 无惧非律阵营来势汹汹 即便扛着执政包袱 赖清德站稳脚步 避免被下架民进党的浪潮吞噬 静炫黄新黄红杰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